如果大家想要降溫 那就不要一直開戰場 你的胸襟跟高度 非常謝謝議長 謝謝大家良心的互動 附近這個市政的運作 罷免是民主極致的一個最後的手段 那我想那也要具有社會的正當性 跟社會的認同 我想我們保持意識的高度運作 保持意識的順暢 那二姓集團過去 我爺爺也擔任過監事主席 那也有非常多的員工好朋友 也曾經在我爺爺手上有任職 那希望大家還是秉持著意識中立 那我想針對這個意識的運作 如果要讓我們市政順暢 大家好好的溝通 可以慢慢的平時這些紛紛來忙的話 如果大家想要降溫 那就不要一直開戰場 昨天國民黨市長部主委的發言 我想也不是很恰當 但是我不做任何的批評 我還是保持一個意識的高度運作 才能做好的和協調 然後讓大家都可以在正常的民主機制底下 做不罵髒話的溝通 我第一時間知道之後 我就趕快跟市長講 趕快去滅火 不然的話真的是 因為很多事是不宜用這種手段 尤其基隆地方很小 阿力姐有跟我講 所以我馬上都有跟議長在討論 解決這個問題 阿力姐全程都知道我們都有在推動 所以阿力姐俱中協調 阿力姐也是表達關係 我有跟議長講說 這個是後面人家是見風殺事 所以我們不要去相信這些事情 有很多事情最好你們兩個都打起來 他們在後面看戲 所以我們都不要去相信這些事情 拍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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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拍照